波隆在下雨天的時候 來聽這個胡適講座 那是最享受的事情 那我就心裡如意 跟大家做一個很簡短的致詞 在李研究員 各位貴賓大家晚安 本宴為紀念胡院長 四姿先生 129歲名誕 特別在今日舉辦 知識饗宴 胡適宴長科普講座 邀請到的講者為108年 胡適紀念研究講座的得獎人 理事學教授 他也是我們本宴溫舍研究所的研究員 為我們主講晚明耶穌會奇特的文藝復興 從亞歷山大大地談起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李教授的學問是一個獨門的學問 必須要懂很多的語文 才有辦法敘述今天的講題 這個包括英文就不用講了 拉丁文還有其他也許要用到德文法文 其他各種語文 那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理事學教授 他是芝加哥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那目前認識於本宴中國文哲研究所 也是台灣示範大學翻研究所的和聘教授 以及福人大學科文化研究所的堅任講座教授 李博述的主要研究領域為 中西比較文學 中國翻譯史 中國小說以明清之記 西學東建與文學的關係等等 他的著書豐富 包括台灣觀點 書畫東西文學地圖 中國網民歐洲文學 明末耶穌會 西洋古典型 正道故事考全 中外文學關係論稿 他的確是著作等身 而且他還要翻譯了很多的作品 例如閱讀理論 拉康德西達與克里斯蒂娃的《導讀》 還有《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面的《情慾與虛構》 這應該是你老師的作品 就Anthony Yu 也曾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的專欄與書評作家 他得獎連連 他得了很多的獎 在國內很多傑出的獎項 那剛才我在這個會前又特別跟他恭喜 他這一兩天又得到傑出人才講座的獎 這個很不容易 今天李博士將帶我們討論 在西元1647年的耶穌會是 自義大利來到中國後 如何以亞歷山大大地等希臘羅馬格言故事 在明清之際揭開一場西式的文藝復興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李氏學博士 謝謝李博士 謝謝 謝謝副院長 謝謝大家在今天 我本來想說今天大概只有我家人會來聽我講 今天又冷然後外面又濕 非常非常感謝我非常感動 那這個我腰因為不太好 所以我一向都是作者 所以容許大家這一個 作者這一個演講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一個 我們耶穌會 我明兩個字不會有問題 耶穌會可能大家會有一點點問題 耶穌會是明朝的時候 那麼人數最多也是最開始 那麼來中國傳道的這一個 一個天主教的修會 那我把文藝復興商四個字呢 前面加上一個奇特的 這個是有目的的 這個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這一場文藝復興不是歐洲那一場 文藝復興 它是特別屬於我明的文藝復興 同時它也 它也 它也這一個 以非常這一個特別的方式 那麼來呈現這一個文藝復興 OK 那麼 副標題是從亞歷山大大帝談起 本來我的題目是亞歷山大大帝這個先來的 這個 而且我把亞歷山大大帝稱之為聖亞歷山大大帝 OK 我們知道這一個天主教有聖人 他們翻譯成為聖人 那麼像聖本篤 OK 聖 聖 安東尼 等等之類的 OK 這些都是一些天主教的一些聖人 那 大概因為這個聖亞歷山大大帝這個 實在聽起來很怪異 OK 亞歷山大根本就是一個Pagan 他是一個異教徒 他根本不是這一個 他根本不是這一個天主教徒 那如何稱之為聖呢 如果稱之為聖的話 我當然有我自己的這一個看法了 其實亞歷山大是這一個 這個 天 是這個 耶穌會 這個非常喜歡 同時也非常認同的一個 一個西方古代的一個 這一個 黃帝 OK 所以 這一個 他們在他們的著作裡面 幾乎每一本著作 這一個都會談到亞歷山大 都有各種不同亞歷山大的 這一個事蹟 OK 所以 我本來是想這一個把它從亞歷山大 這一個談起 OK 那我們耶穌會 反而是放在下面 OK 不過 這個跟 這個我們的社會工作組 這一個 討論之後 覺得說 好像還是 把 讓這個亞歷山大大 成為重屬的一個人物 這樣可能比較好一點 那 英文題目呢 我就不客氣了 OK 我就從 從亞歷山大大開始了 OK 我 從亞歷山大大 談起了 OK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小標題 才是 耶穌會的文藝復興 那我特別在英文 英文題目後面 加上一個 humanism 這個 當然他們的文藝復興 是在中國晚明 可是歐洲的文藝復興呢 中國晚明已經到17世紀了 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在13世紀半 這一個 淡丁 去世的那一年 我想大概就可以算是這個歐洲文藝復興開始的這個時間 OK 那 所以到了17世紀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經這一個進入這個尾聲了 但是話說回來 英國文藝復興才剛要開始 OK 因為 Erasmus這一個帶 帶過去 這個 讓 讓這個 Thomas Moore 等等這些人 這個接受 這個文藝復興的 的洗禮 那 他們 英國人也發動一場文藝復興 那這文藝復興 用humanism這個來解釋 我是特別強調他的 humanism可以翻譯成為 就是翻譯成為 這個人文主義 當然也可以把它翻譯成為這個人文考訣 OK 人文考訣 因為humanism 他這個對於這一個希臘羅馬的這一個人物啊 特別感興趣 所以 這一個 humanism的著 也就是說 這個humanism的這一個各種著作裡面 談了很多這一個西方古代 OK 中世紀以前的 這個 這個 希臘羅馬人物 OK 所以 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講 humanism這一個 OK 這個humanism這一個字啊 OK 我想我就必須要特別這一個 跟各位這一個解釋一下 OK 那麼 這個 耶穌會的humanism Renaissance 其實就是耶穌會的humanism OK 但是他的humanism跟這一個 所謂文藝復興時代的Christian humanism 又有一點不一樣 基本上 搞不好跟Christian humanism 還是處於一個相對的一個位置 因為Christian humanism是 是 這個 Erasmus這一個 帶頭這一個開始的一場 這一個 他們都神父 所以我想應該把它翻譯成為天主教 天主教人文主義 OK 對 那 Erasmus跟耶穌會之間是有世仇的 是有世仇的 這個 宗教界 也常常 彼此有 有這個仇 這個仇恨 的情況出現 所以 那個 又有一點 不一樣 所以 這裡 我想這個 Jesuit Humanism 這一個 我就直接標出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這個出來 那時間呢 是從大概 這一個 1583年 立馬都進入中國開始 OK 那麼 一直到 一直到這一個 清朝末年 這一個 1647年 這個 魏寬國翻譯了 求友篇 OK 停止 OK 那 這算是晚明了這一段 這一個時間的 OK 那 這個 跟各位報告完了這一個 題目之後 啊 那麼 我想 我還是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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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提示 就是說 我在這一場 演講裡面 會提到的一些 明末耶穌會 耶穌會 耶穌會士 這個 他們的著作啊 那麼大概有六個人 250個人 我只提了六個人 這個夠少了啦 OK 那麼第一位叫羅明堅 Michelle Jerry 第二位立馬 這個大家都認識 第三位高一致 我特別要紅字標書 是因為高一致 對我來講 他是 天主教的這一個 舊摩羅史 OK 就是說 在翻譯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著作方面 他的質量 他質也高 量也大 OK 我等一下會一再 引用這一個 高一致的這一個 著作 所以我特別把它標出來 那第四位 龐第一我 這是一個西班牙的 這一個 耶穌會士 第五位 楊馬洛 是葡萄牙的 耶穌會士 OK 一個叫 Diego de Pantoya 一個叫 Emmanuel Diaz 那麼第六位呢 是又回到意大利 的這個耶穌會士 Martino Martini OK 那怎麼樣 怎麼樣 如何去談他們呢 我想我待會兒 這一個就一一 這一個跟各位來 來報告 這個 這個 我要報告的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題目 OK 或者說第一張字卡 OK 是 跟 是立馬鬥來的 OK 是立馬鬥的交友論 裡面 我這一個把它給抽出來的 交友論總共 交友論是這個 立馬鬥的這個 Bestseller OK 就是說 是他的暢銷書 啦 這個一直暢銷到民國都還 民國初年都還 這個相當的一個暢銷 那麼 那麼 交友論寫 大概寫於這個 1595年 這個時間點 1595就是萬曆23年 這一個 1595對我們來講 或許沒什麼太大概念 但我跟你說 萬曆幾年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台灣 這一個就比較有概念一點 OK 那麼 這一個 這張故事啊 各位只注意這一個 各位請這一個 圖片看看 也好 這一個文字呢 請你特別注意 因為圖片呢 不是這一個 我名的這一個圖片 不是到 我名在中國的圖片 OK 可是文字卻是 如實的這一個 在中國所寫的 這一些 文字 OK 所以 真正的 這一個 真正的這一個 文藝復興呢 是指 文字部分的 這個文藝復興 而為圖畫 圖畫 我是 這一個 請我跟我助理 這個 Google的半天 這一個 去Google出一些 這個 儘量貼切的 這個文藝復興 那我們看到 這一個 這一個 亞歷山大大地 坐在馬車上面 這一個 帶兵 這一個作戰 OK 這一個 場景呢 其實有一點 不配這一個 交友論裡面的 這一個場景 這個 這個 這個文字 OK 可是找不到這一個 更好的 這一個 亞歷山大的 這一個圖片 也莫可奈何 OK 重點還是一樣 上面 歷山王 衛得總衛食 這個歷山王啊 這個歷山王啊 明朝的耶穌會啊 有一點 有一個 這一個特色 也就是說 他們喜歡說音 亞歷山大大地啊 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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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個音節 OK 那他把它這個說成 歷山兩個音節 OK 那麼 這個歷山王 那就是亞歷山大大地啊 那 這個 這個 整個明朝幾乎都是這樣在翻譯的 OK 那 我 我看方豪的這一個 六四字令稿裡面啊 提到這一個 歷山的這一個 名字啊 那麼方豪曾經說啊 這個 這個 歷山之所以 亞歷山大之所以 這一個 叫 叫歷山是有緣故的 因為從漢朝以來啊 Alexandri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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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那一個 Alexandria 亞歷山佐 OK 那個地方 漢朝以來就叫做 梨仙 OK 叫梨仙 這個 大概是 那個梨是 有一點 內心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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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好像是 火 下面是 是牛的 這一 然後先是 窗戶 這一個叫小仙窗嘛 OK 這個 方豪認為是 因為漢朝以來這個 中國史書啊 那麼 一向把這個 亞歷山大 這個 稱之為 對不起 亞歷山佐稱之為 這個 離先 所以碰到亞歷山大呢 也給他來一個兩個陰傑的這個名字 亞歷山大大帝還沒有得到總位的時候 總位 總位在這裡指的是 黃位 OK 黃位 還沒有得到整個天下的時候 各位會注意到啊 好 好像 我圖卡裡面 並沒有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不過 你要常 讀這一個 《明星之記》的 這一個著作的時候啊 那麼 有一個名詞 常常讓人 這一個 會覺得很困惑 那個名詞 叫做 總王 OK 國王的王 總王 為什麼叫總王呢 因為當時 Emperor這一個字 就是 對應英文 Emperor這一個字的 所謂皇帝啊 那麼 還沒有 當時還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呢 這個 西方的皇帝呢 只好把它叫做總王 OK 西方皇帝跟中國皇帝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這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們翻譯上面是 相當的 這一個 小心的 好 現在說 亞歷山大 還沒有獲得 這一個 皇 這個 這個 皇帝的這個位置的時候啊 他沒有國庫 OK 只要獲得財產 他就 他就 他就大 很慷慨的 這個 分與他人 OK 那 有一個 他的 敵王 這個 富聖 為事物充庫 只是 想要把他的 這一個 財庫啊 盡量充滿了錢財 那就 這個國王就 譏諷亞歷山大說 足甲之庫 在於何處 老兄您的這一個 財庫啊 那麼到底是在哪裡 OK 亞歷山大回答一句 回答很妙 亞歷山大說 在於 有心也 OK 在於我的 朋友的這一個 心裡面 OK 就是說 我通常 我錢 我通常拿到 一筆錢 或者說 我去 掠奪來了 一筆錢 我通常都是 頒發給 這一個 我的這一個 將士 OK 我的部下 我的大臣 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他們就都是我的朋友 對我呢 都是忠心耿耿的 OK 這是亞歷山大 這一個 這個人格上面 很特殊的一點 那麼 第二點是 亞歷山大 這一個 有一個老師啊 是大家都非常 非常 非常 這一個 這個清楚的 一個人 叫做 這一個 這個 叫 亞歷斯多德 這一個 亞歷斯多德 OK 那 這個故事呢 那麼 在高一志的 齊加西學裡面 齊加西學 1624年 出版的 OK 齊加西學裡面 那麼 這一個 是這樣講 他說 斐里伯 斐里伯 就是菲勒 OK 菲勒 是 馬其頓的 這一個 國王 OK 那 這裡介紹他這一個 說是西國的治王 西方國家的治王 很聰明的國王 他剛剛聽到這一個 世子生的時候 亞歷斯多德大聖誕生的時候 就說 天主是我子 這天主兩個字 絕對是天主教這一個自己給耕動的 OK 收編起來的 OK 天主賜我子 喜齊可以成挑 又有亞歷斯多德 這個喜齊可以成挑 就是說 有人可以到宗廟裡面去拜拜了 OK 就是說我香火 這些可以延續下去了 那麼 又有這一個 亞歷斯多名師可師 也明顯可師 他又為亞歷斯多德 這個 研請到亞歷斯多德來當老師 OK 那 這個亞歷斯多德這個學成之後 那大臣就問他說 菲利伯是你的父王 亞歷斯多德是 亞歷斯多德 亞歷斯多德 他省掉一個音節 OK 那麼 是你的這一個老師 這個 請問你 兩個人 這兩個人裡面 哪一個人 對你的這一個恩惠是最大的 那 亞歷斯多德就回答說 父使我世國為王 OK 父親讓我這一個繼承王位 變成國王 OK 可是是老師成為明王 一個這一個 知道怎麼樣當國王的一個 一個方法 OK 是亞歷斯多德教我的 那 彼傳性 此傳學 OK 則善事之助 親多疑 我一直讀不懂 知道 讀不懂 這一句話 後來我想一想 我助理這一個 跟我提醒了一句 他說 善事之助親多疑 應該是善事之助 多疑親 OK 因為 因為這一段話 顯然就是 在 稱讚 亞歷斯多德的尊師重道 所以 善事之助親多疑 是說不大通的 OK 從 《Plutarch the Lives of Alexander》 這個去看的話 其實也是 亞歷斯多德 對不起 這個 亞歷斯多德 其實也是這麼樣子講的 OK 所以這是非常有 非常有 有意義的 這個 怎麼說 一個歷史意識 OK 那麼 我們再看下一張好了 下一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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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亞歷斯多德 這一個 征服的 Persia 柏西亞國 也就是波斯 OK 那 或 或是三八地的意思 也就是 有人呢 請他 請亞歷斯多德 尼其女 OK 這個尼在這裡是親近的意思 講得更深入一點的話 就是 這個 這個 Darius 留下來的 這個妻女啊 那麼 你不妨這一個 把他收為後宮加力吧 OK 王辭曰 亞歷斯多德 卻不要 他說 我 幸運地 以這一個 以義勇氣福 這個 征服了三十萬的 三十萬的男子 一支 一支部隊 OK 那 這個 知乃 批聖福於女子之社夫 OK 這個 這個 聖在這裡啊 我覺得前面這一個 這個 背不應該唸背 應該是唸批才對 呃 批聖 難道我 這一個 斜著這一個 勝利啊 可是 呃 卻 服於 女子的 這個 這個 怎麼說 美色嗎 OK 呃 大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呃 這個 這個又是高一志 這一個翻譯的 OK 呃 是從大道紀元裡面 這一個出來的 所以你們可以了解 高一志 呃 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人物 呃 他 呃 這一個翻譯的相當多的這一個 呃 東西成為中文 而且他的翻譯呢 通常都相當有意義 OK 呃 呃 雅利山大第一個 他慷慨重有 OK 就好像第一張圖片顯示的 第二個 第二個 他尊師重道 第三個 他不盡於色 這三個 他的Qualities OK 這三個人格上面的品質啊 OK 逼得這一個 龐敵我 呃 一個耶穌會士 一個天主教的耶穌會士 面對雅利山大的時候啊 在七課裡面就說到 他說 雅利山 我這裡的這一個 雅利山的這一個名字呢 呃 發音又 又 又又又 怎麼說 我音譽又稍微改了一下 OK 雅利山是西方最尊 最聖德人也 我想如果最尊最聖德人也 我給他加上一個聖亞利山大 有什麼不對嗎 OK 呃 加上一個聖亞利山大 這一個好像 沒有什麼不對的 這一個地方 OK 呃 這個 接下來我 雅利山大既然講過了 其實剛剛講了幾個雅利山大的 這一個故事 他們在文類上面 也就是說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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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的這一種 方式方面啊 呃 是滿 滿有 滿有一套 這一個 呃 規矩在那一邊的 OK 那我來談一下這一個 什麼 那個規矩是什麼 呃 第一個 Humanism 我剛剛已經談過了 所以我想 呃 大概可以不用談了 第二個 Exampleum Exampleum 這個字 OK Exampleum 其實就是英文的 Example Example 對不起 Example 那麼英文的Example呢 呃 在拉丁文裡面叫Exampleum OK 這個 呃 就好像 Media跟Medium Medium OK 是一樣的道理 它的規矩是 Example OK 呃 這個很容易大家可以記住的 那亞里斯多德曾經提過說 呃 Exampleum OK 呃 呃 這Exampleum 我先說一下好了 這個 如果是在古希臘這一個 完全跟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這一個 呃 呃 場合裡面啊 那麼我寧可把Exampleum 這一個字翻譯成為 正 示範故事 對不起 示範故事 因為它 是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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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是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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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的這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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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成為我們的典範 OK 可是如果放在宗教的場合裡面的話 像明朝這一個翻譯了這一個 像我剛剛提到的亞利山拉的故事 這種故事 明朝翻譯 一翻譯起來啊 至少翻譯了一千條以上的那一種 這一類的這一個故事 OK 那 呃 呃 這個 他們都 大部分都把它擺在這一種 呃 這個 宗教的這一種 context裡面來談 所以 呃 呃 我 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呃 我就把它這一個翻譯成為 這一個 呃 呃 這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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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那正道故事呢 呃 呃 這個 這個 新教啊 新教其實也用 OK 我新教不叫這一個正道故事 新教叫玉道故事 我讓他們有一點區別 OK 一個是正道 一個是玉道故事 OK 呃 這兩個 這兩個宗教 新教舊教啊 呃 呃 還是有一天 呃 不是一天 有很大的這一個差別 所以我想這一個 這個名詞方面 也應該這一個 稍微做一點區隔 那如果根據亞歷山多 哎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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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一個 阿里斯塔德的話 那麼 呃 這個正道故事 或示範故事啊 是可以分成這一個 三種的 OK 第一種 它把它叫做 What is invented OK 英文很簡單 就是被發明出來的東西 呃 呃 那就是虛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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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亞歷斯多德 這個舉出來的例子呢 那是一個 是亞歷斯 是 這個 一所預言 OK 等一下我會談到 那 第二種呢 呃 它是 它說是 What has happened 曾經發生過的 這個事情 那 呃 它把它叫做 這個CLEA OK 呃 7其實不用大寫了 CLEA OK 那CLEA 這個CLEA 其實我不太會發這個音 因為 當我發CLEA的時候呢 我已經可 已經 給它加上了一個 這一個 呃 一個 一個母音了 OK 所以 這個念起來 呃 才會變成CLEA 可是它實際上沒有CHA 這樣子的一個拼法 它是拼成C-H-R-E-I-A 呃 我在猜想 應該是類似 這個 巴哈的 那一個 Bach OK OK 應該是這樣發音 這個比較正確一點 OK 呃 不過這個是從希臘 希臘文來的 OK 而且又很偏的一個名詞 呃 我問了幾個老師 沒有 我自己的老師 這沒有 沒有 問了幾個這一個 英文系的老師 古典系的老師 神學院的老師 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樣 發這一個字的音 所以我 我就 很不客氣說 那我自己來發明一個發音 所以我把它叫CLEA OK 那麼 呃 這個CLEA分成三種 第一種叫ACTION CLEA 動作釋說 OK 呃 釋說是明朝的 是釋說心語這個都知道 但是釋說到了明朝的時候啊 這個釋說變成一個獨立的一個文類 呃 它往往也是用那一種類似 呃 呃 呃 這個ACTION CLE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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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壹個故事說 呃 看到一個小孩子 這一個 不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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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clear是完全沒有語言在裡面的 那是一個只有動作的clear 所以我把它叫做動作釋說 那另外也有一種釋說是 這個sayings clear 也就是說 sayings在這裡是指格言經言的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一條釋說裡面 只有格言或經言還有一個說話的人 比方說西塞羅說 朋友的這一個忌妒 跟仇人的忌摩 我們都應該要提皇 我是用白話好文講 這句話真的是有這句話說 格羅曰 朋友之際與仇敵之際均以防之 OK 這個西塞羅是這樣子這樣講的 OK 那這句話沒有別的這一個 其他的這一個穿插了 就只有這一句話 OK 那我們思考一下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呢 它算不算是一個這一個故事呢 OK 不要忘了西塞羅 約 這個約 格羅 格羅是西塞羅的這一個 這個 拉丁文的名字 它拉丁文的名字 因為三個音節 Kiklo Kiklo 三個音節 這個 耶穌會又把它改成兩個音節 叫格羅 那 格羅約 當格羅約的時候 你想想看 這一個說 這一個字 你應該用過去式 還是應該用現在式 當然是要用過去式 既然是過去式 那就是過去的一件 一個意識了 一個比較沒有動作的意識了 那最多的這一個 這個試說 是叫做Mixed Clear OK 這個Mixed Clear 是Action Clear 加上Seeing's Clear 形成了一種混合型的這一個式說 等一下我會談到了很多式說 大部分都是混合型的這一個式說 OK 那 這個正道故事 最後一種是神話 這個神話不是天主教的神話 是希臘羅馬本身的神話 為什麼會用到希臘羅馬這一個神話 我想各位就慢慢聽我道來 OK 那 我先看 我們先看下一張 下一張呢 就是 這個 立馬鬥的吉人十篇 16080這一個出版的 OK 那麼 這個翻譯 翻譯這一個 一所欲言 OK 那麼 吉人十篇是這樣翻譯的 他說 對不起 因為這一些都是古書 所以都是文言文 這個沒有白話文 真抱歉 OK 那我儘量這一個 把它 講白一點 OK 這個 上古之時 馬跟鹿共居於野 而徵水朝野 他們呢 都住 馬跟鹿 住在這個荒郊 住在野外 OK 那麼 這一個 爭水 爭草 OK 那麼 馬將失地 因伏於人 馬 馬打不過去了 OK 這個地塊 快快被割讓掉了 所以馬就去 去求人 伏於人 OK 這個 借人的力量 來幫馬把這一個 失地 重新找回來 OK 所以因你乏路 OK 那馬雖然勝路 他卻已經浮於人了 所以他的脊梁呢 是不離岸 口呢 是不離閑野 OK 他鬼之晚宜了 OK 所以今天的馬這個 大部分都是這個 有馬鞍 有這個 口弦的 這個東西 這是一條典型的 這一個 一所欲言 被 立馬鬥在1608年的時候 在雞人史篇裡面 他在講 對這個中國官員講 這個天主教的道理的時候 OK 他引用過來的一條正道故事 OK 這充分符合 這符合亞歷斯多德說 你要示範 你要正道 你可以用 一所欲言 來示範 來正道 OK 所以 這個地方是 喔對 上古之史 我之所以把它標上紅字 是 是 是 讓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說 這裡的上古之史 並不是 我們 在 為西方歷史 分歧的時候 所謂的 classical period 這個 medieval 然後renaissance 這一個 等等 OK 耶穌慧是 這一個 傳教士 他們教會裡面 自有 這一個 怎麼說 歷史分歧的 這一個方法 OK 這個 這個歷史啊 恐怕這一個 照這樣看來 恐怕 已經過 已經到了 這一個 亞當夏娃 亞波拉罕的 那一個時代 OK 所以他們才會把它稱 稱之為 上古之史 他們本身就處在 文藝復興的 這一個時代嘛 那 說上古之史 那一定是 那一定是 比這一個 比這 比這 和馬 比這 伊羅多德 搞不好 西羅多德搞不好 還要早的 這一個時間點 OK 所以 我把它標準 讓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奧古斯丁 曾經 為西方歷史 分過期 那個分期 我們根本不能用 因為奧古斯丁是 橫跨這一個 這個 歐洲上古 跟歐洲中古的 這一個人 那他沒有辦法 這一個 像我們今天 這一個 照我們的方式 來分歧 奧古斯丁的分歧 根本就是聖經上面的 這一個時間的 這一個分歧 OK 我給各位一條 這一個非常 明白的 這一個 這個 混合形式說 OK 各位不要小看這一位 這個 從那個 Encyclopedia Britannica裡面 抓出來的這一張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當然沒有出現在 明朝的中國 可是 它是歷史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張圖片 因為它 這張圖片所代表的 這個主文公 是希臘三個偉大的 最偉大的 悲劇作家 最年輕的那一位 叫Euripides 用英文發音 那你用這個 拉丁文來發音的話 就是 Euripides 一般來講 拉丁文的 這一個 名字的 後面的 S 是不發音的 OK Euripides 好 我還是習慣 這一個 英文發音方式 好 這個 Euripides 歐利比德 我們這樣做 歐利比德 古名詩詩 OK 那麼 這段話 這個古名詩詩 我相信一定是 這一個 這一個 高一字 在翻譯達到字眼的時候 自己給人家添加進去的 這一個 話 OK 反正那個手也不犯這一個 版權的法 OK 原因很簡單 因為 歐利比德 Who knows 誰認識他 沒有人認識這一個 歐利比德的 不知道他是西方 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 OK 那麼 所以 必須要加個修士語 跟中國人介紹說 歐利比德是古名詩 是古代著名的詩人 OK 好 這個其實可以拿掉的 歐利比德 甚靜默 一賢而長者 這是歐利比德自己本身的一個動作 他很靜默 一個賢而長者 好 Somebody 這個就問他為什麼了 OK 或問曰 或問其故 OK 答曰 OK 這個答曰呢 是一句真言 一句 Aphorism Maxim OK 幼之春 幼年人好像是春天 多發這一個美花 OK 但是 還沒有結下果實 唯有老子秋 到了老的時候 人生已經進入這個 暮秋的這個時間點了 OK 那麼你的智慧成熟了 所以多垂莓果 那豈可不敬啊 OK 歐利比德就這樣講 那整個故事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OK 一條故事就這樣子擺出來 OK 這條故事從一個叫 名字比較難發音 我把這個中音都標出來了 這個 Likophenis OK 這一個人 S不發音 OK 他這個用的是拉丁音的名字 S不發音 這個 這個人他的一本叫做 Apothicum 的這一個書 這本書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作家用雙語所寫出來的 智慧的語言 所謂雙語的意思就是 拉丁文跟希臘文 OK 好 那麼 這個故事 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這一個故事 那 大英百科全書裡面的這一張照片 當然是後來的人 這個 去推想 Euripides應該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 推想出來的一個結果 他手上拿的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頭啦 OK 古希臘這一個演戲 跟四川人這一個演戲一樣 跟這個 喔 平具有沒有這一個 Mask 我忘了 OK 可是四川人有這一個變臉 OK 那一定需要一個 也需要Mask OK 所以他是拿著一張面具 那代表說 他是一個這一個 如果不是 不是幽靈的話 那就 就必然是寫 呃 寫細的這一個詩人 OK 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Mixcleia 呃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種 這一個形式 呃 也是很簡短 可以很簡短 那有些時候 也可以 露露長 這一個 相當長的 OK 那麼 呃 剛剛提到的是 這個 呃 這個 歐里比特下面呢 呃 我再回到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說神話 也可以當這個 呃 呃 釋放故事 或者說正道故事 OK 那我就從 呃 這一個 很有趣的 我從這個 楊馬洛的 下面 楊馬洛的 《聖經子節》裡面 1636年 《聖經子節》裡面 我找了一條 古希臘的神話 OK 出來這個 當作這個 例子 給各位看看 那麼 這一條 神話 呃 是非常 出名的 一個神話 旁邊 那一個圖 當然是 在描寫神話 神話裡面的 這一個 呃 主人公 OK 那麼神話 呃 天主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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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承認這一個 希臘宗教 認為這個 河馬是一個 應該要提出 這一個 呃 呃 這個 基督教共和國 之外的 一個人 OK 那麼 所以 基本上 對於神話的 這一個 態度是 呃 是 是 惡劣的一個 態度 但是 神話 畢竟是 在西方 流行 那麼久的 時間 你要完全把它 踢開呀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件事情 OK 所以 奧古斯丁的 這一個 即使他的 這個 City of God 裡面也是 告訴我們說 呃 有些時候 呃 這個 當你踢不走 這一個 西方的 這一個 這古代神話的時候 那 不妨呢 呃 就接受它吧 但是 接受的時候 應該把這些神話 當作是 呃 預言 來看待 OK 呃 既然 當作預言 來看待 那就是 不實的東西了 因為我們 一般來講 預言性的東西 都是不實 不實際的 這一個東西 不實際 不實際存在的 這一個東西 所以 這裡 我把這一個 古弦啊 色域 我特別把它標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在聖經裡面 要用到希臘神話 來解釋聖經的時候 來做解經學的時候 OK 要怎麼辦 OK 就說 古代有一個預言 OK 有一個預言 那這個預言就 呃 怎麼說 消解掉那一個 呃 這個天主教跟 呃 這一個 呃 這一個 這個 這個希臘羅馬宗教之間的 那一種 那個界線 OK 好 古賢色域約 有人貪勝 名 淡大落 Tuntless 這是我加上的 那 呃 這個 這個人死的時候 這一個 下地獄 OK 那 呃 明王啊 這個給他定罪說 貪災 再是 再是財聖而機 庫聰而可 當以勇姬 呃 勇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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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已經運了 也就是說都已經成熟了 但是 淡大落 淡大落 可口的時候 啊 OK 滬壘欲飲的時候呢 呃 這一個 他低頭想要 想要喝水 呃 那個喝水就 退到他的口 沾不到的這一個地方 OK 當他這一個想要去伸手去拿這一個樹枝上面的水果的時候呢 OK 呃 呃 怎麼說 拿不到這一個果實 呃 婦人 婦人空消 OK 呃 這個傑夫感嘆了 這個 呃 盡何而可 盡事而機 貪人就是這樣子的形象 形狀 呃 這也是貪人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呃 雅馬洛斯在1636年的時候 這一個 呃 翻譯這一條 這一個故事 這可不是第一條這一個 翻譯這一個 呃 這個 希臘 希臘故事的 這一個時間點 最早的時間點 仍然是在 一五九 呃 一六零 對不起 一六零八年的時候啊 呃 立馬到了這一個 《寄人詩篇》裡面啊 呃 第一次把這一個 呃 希臘的 希臘的這一個 預言呢 那麼給翻成這一個 中文 我這裡的預言 呃 不是指 那一種預言 OK 而指的是 呃 像這一類的 神話上面的 這一種 預言 OK 呃 OK 呃 我們這一個 呃 我們這一個 就進入這一個 呃 呃 這一個 呃 這個 用時間來編排的 一系列的 這一個 古希臘的 這一個 呃 這一個故事 OK 那麼 剛剛講的這一個 呃 七世紀的人 OK 來跟各位這一個 呃 這一個 呃 呃 說明一下 這一個 當時 呃 當時的這一個 呃 希臘的這一個 呃 群王 OK 那他們之間 這一個 呃 有些人自律自嚴 OK 那麼 呃 薩盧克斯 薩盧克 呃 他 這個 他翻成沙留戈啦 OK 呃 沙留戈是七世紀的人 OK 呃 七世紀的人 那他為國利率 他是一個law giver OK 呃 他為國這個利率 所以 凡是奸者 這裡的奸其實實際上是adultry OK 就是通奸啦 OK 呃 奸者 你要崛起雙目 要把他兩個眼睛都把他給挖出來 那剛好這一個 這一個命令頒布的時候 他兒子犯了這一個 通奸的罪 OK 呃 可是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 呃 薩盧克斯 這個是 是一個相當 是一個民主啦 所以 呃 就想說這一個 算了 不要 不要這一個 就劃他把兩隻眼睛都挖出來 可是 薩盧克斯 不准 OK 呃 他 他想出一個辦法出來 解決這一件事情 他先 決一目 以全情 呃 你看他拿著一把匕首 把自己的眼睛 這一個 朝自己眼睛 就挖下去了 OK 那麼 先挖一目 以全情 指 就是說 以全 他所立下的這一個法律啦 OK 然後再 決子 決他的兒子 一目 以全法 這個也是全法律 OK 前面是全情 這情字可能是指 應該是指這一個 父子之情啦 OK 那麼 我要 這個 一個 一通個道去 這一個 藥的兩顆眼睛 通通有了 OK 那 這個 一般人 大概就不會 這一個去講 他是怎麼樣子 了 這個是從高一致的 達到紀元 裡面 這個出來的 1632 32 還36年 OK 那真正西方的這個初點 是Maximus的這個 Facta Dicta Memorialia OK 那 這個 這個故事 在西方其實是蠻出名的一個故事 OK 那 這個是Laruc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稍微這一個 輕鬆一點好了 OK 這個Zaluku Zaluku 是紀元前七世紀的人 那我來找一個紀元前大概是五、六世紀之交左右的人 OK 蘇格拉德 OK 這個蘇格拉德 這個大家一聽應該都知道是Sacrates 是蘇格拉底 OK 蘇格拉底 賢而欺不賢 OK 每朝宣不可當 常常這一個 在那邊大叫大鬧的 OK 實在是忍受不了 OK 有一天呢 這個太太又出言多怨 OK 賢 賢指的是賢人蘇格拉底 賢者蘇格拉底 以忍得出 他忍著 OK 然後就 就說 算了 我出去走一走吧 不要待在家裡面了 好 這個老婆越來越 就越 一看這樣子 就越激怒 越生氣了 OK 提著一個水桶 這個燈樓呢 以水灌之 OK 蘇格拉底就被淋了一個 像洛灘機一樣的 所以蘇格拉底就先 嘆了一句話說 唉 我就知道打雷之後 一定會下雨的 OK 雷後固之有雨 OK 高一致是從達到紀元裡面 這一個出來的 那真正的初點是 Diogenes Leatus The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OK 這個 Diogenes Leatus 我們必須要全名這個念 因為實在搞不清楚 歷史上到現在為止 還搞不清楚說 它到底是性 Diogenes 還是性 Lelatus OK 所以 這個 一般書記上面都是全名 這一個就寫上去了 OK 這是滿有趣的一條這一個故事了 OK 那 我在 我想這故事講完之後 我們再來談一點 這一個還是有一點趣味的 這一個 明朝翻譯的古典故事 OK 那麼 這個 同樣是從這一個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這個 結出的這一個 哲學家的傳記 裡面出來的 對於全辱學派的由來 他有非常生動的這一個說明 OK 他說 這個 Diogenes 這全名是Diogenes of Sinop OK 那麼 蒂阿日尼是他們當時的這一個譯法 OK 蒂阿日尼朝夷而善為夷 也就是說 他嘲笑那一些喜愛 那一些喜愛 Flutter人家的人 OK 可是他自己本身也很會這一個去 去 這一個 去 怎麼說 去 去疑人 OK 所以 眾人就以權稱之 OK 那 問為什麼 他要這樣子呢 這個 Diogenes 就說 還有於我者 也就是說 給我東西的人 OK 我就媚之 OK 那 你不給我東西的人呢 我廢之 OK 我像狗一樣 我就罵你 OK 對我不善的人呢 我乾脆我就咬你了 OK 所以 Diogenes 就是這麼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哲學家 OK 一個分世技術的 一個所謂的 群辱學派的 這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不是代表性的人物 是開創性 開創性的 這一個人物 他的時間點 跟蘇格拉底差不多的 OK 那麼 這張圖 是文匿復興時代畫的 OK 這個畫得還蠻貼切的 除了那個 Diogenes 似乎 看起來四肢發達 有一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這個 其他都還不錯 這 他養了幾條狗 也都看起來蠻乖的 OK 他喊一聲的話 大概這幾條狗 就會跟著他 這一個命令 這一個去走了 OK 非常有趣的一張圖 那麼 Diogenes 這一張就比較象徵 像這一個我想像中的 Diogenes 是一個招老頭 OK 那 亞歷山大大帝 有一天 親自去看 Diogenes Diogenes 是非常自傲的一個人 他無求無望 OK 於任何人 OK 所以 乃檢王家 就是說 國王來 他也不出贏 OK 等等之類的 很輕慢的意思 所以他不起不言 這個 亞歷山大左右的大臣 這個 就很不高興的 就怒罵他 那 國王就責備這一些臣下說 欸 你們不要生氣 是得實學則也 我現在得到的是一個實學的人 OK 這裡的實學 我想是相對於陽明學派的虛學而言的 OK 實學兩個字 是 這一個 怎麼說 是這個 耶穌會是發揚光大的 這一個 一組名詞 OK 那麼 他的意思有很多 OK 那麼在這裡 我覺得既然哲學家對哲學家 那麼應該是指這一個 相對於這一個 陽明學派的這一個虛學而言的 OK 那 這個 這個 亞歷山大就說 使我非為利三王 如果我不是利三王的話 必譽為帝阿日尼也 我那我寧可當這個帝阿日尼 那我一定會當帝阿日尼 帝阿日尼這一個 聞了之後 聽到之後 就對約 就算我是帝 就算我不是帝阿日尼 我也願意當帝阿日尼 我才不願意當這個 亞歷山大大帝 OK 我要 這表示這一個人 真的是一個非常 清高的一個人 他怎麼樣 他都不願意這一個 去當這個 這個 去當這個 怎麼說 去 慘媚這個國王的人 等等之類的 這本 這一條是說 是從高一志的一本 叫做 《力學古言》裡面出來的 《力學古言》 有大概將近兩百條左右的 這一類型的故事 OK 翻譯的相當 大概將近兩百條左右 還有 那我剛剛提到的這一個 《力學古言》前面的 前面的這一個 《達到紀言》 OK 那麼《達到紀言》裡面有三百多條 光是高一志一個人就翻譯了 五百 將近六百條左右的這一個 呃 呃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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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阿熱你》 我看我們 真的 他的故事真的是滿多的 我從庞迪我的七客裡面 這一個 引出一條 這一個他的故事 那 呃 他說 《地阿熱你》 《地阿熱你》 這又是另外一個 英義的方法了 OK 是西國賢士 早年目到 絕士富而喜貧 不喜歡這個 人間式的 這一個 有錢財 OK 那他 非常喜歡 他喜歡 他寧可這一個 貧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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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日子 那有一天呢 他就到這個 水邊去洗菜 那剛好碰上 這一個 希臘的一個 哲學家叫做 埃斯蒂普斯 OK 那麼 埃斯蒂普斯 遇到他 看他在洗菜 就說 欸 子就是你 你有大德大志 OK 那麼 能與我 是亡 如果你跟我去 侍奉 這國王的話 你可以 大富大貴 你幹 你就 你怎麼會 你就不用 這一個 自己在那一邊 這一個 洗菜了 OK 那這個 Diogenes 就對他說 呃 你呢 OK 埃斯蒂普斯 你呢 如果能跟我一樣 知足 一事 潰滑之樂 OK 試一下 這一個 潰滑 沒有東西的 這一種 一身輕的 這一種 快樂 你 你可大貧賤 OK 你可以這一個 非常 呃 你可以過這一種 貧賤的 這一種生活 OK 那 你 何至於 以這一個 魚眼 這一個 去欺王 去 flutter 這一個 國王 OK 呃 這是一條 這一個 對波形的 這一個 試說啦 OK 呃 呃 我是從這一個 Apotonius 我是從這個 Apotonius 的這一個 The Progymnes Mata 這本書裡面 去找到這一個 故事的 這一個原來的 出處 OK 那 Apotonius 的這一個 Progymnes Mata 是西方 這一個 從四世紀開始 就非常流行的 一本 修辭學的 這一個 書 OK 那我剛說過 這一個 試說呢 是修辭學的 這個文類之一啊 那麼 呃 這個 你也難怪 呃 會有 會有收錄 這麼一個故事 呃 接下來 又從高一智的 達到紀元 這一個 再引一個例子 這個 詩士 OK 詩人啊 詩諾 OK Xenophins 變成Xeno了 OK Xenophins of California 這一個人 這一個 常常 常常批評啊 這個 辱罵 這一個 古時候的詩人啊 OK 認為自己 才是這個 真正的大詩人 OK 文人相親啊 OK 西方也有啦 那有一天呢 這個 呃 石諾呢 就對一個賢人 這一個 訴說他有多窮 呃 等等之類的 連兩個仆人 都沒有辦法 供奉 OK 都沒有辦法 這一個 給他們奉路 OK 那麼 這個賢人 就罵他說 你所毀謹的阿里魯啊 死了之後 由主死二千人 而魯由為主公其惡 乃何以大焉 OK 呃 我要這個故 這個 這個 我 我把這個東西 標點出來之後 你大概就看得出來 這句話的意思了啦 OK 阿里魯實際上是河馬 等一下我再說 那麼 河馬死了之後 由主以公養兩千個人 意思就是說 河馬的死士呢 這個 在河馬死了之後 還可以讓兩千個 呃 引游詩人 這一個 四處引游啊 那麼 賺錢啊 OK 那你呢 連兩個仆人 你都養不起 你 你在清高什麼東西啊 OK 你在自大什麼東西啊 OK 呃 這故事的意思 這樣子的 那阿里魯 我之所以把它這一個 掛呼起來 是因為阿里魯 怎麼想 也想不到河馬去 這個故事 讓我想了一年的 這一個時間 OK 呃 當然不是天天想 是有空的時候 我就想 這阿里魯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OK 是怎麼會在這裡 這一個 呃 呃 魯這一個字 通常我們文言文裡面 都是代表你 OK 既然是你的話 那就應該從阿里這一個斷句 呃 魯來開頭才對 OK 呃 理論上是這樣子 可是我想一想 好像 不完全是可以這樣子 這一個 呃 呃 呃 不完全是可以這樣子的 這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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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故事 所以我就 呃 呃 這個 後來好 呃 運氣還真好 這個潮出來說 這個故事從 《Plutarch the Saint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裡面出來的 OK 普魯塔斯的故事,裡面阿里魯這一個地方是荷馬 荷馬也出問題了,因為阿里魯跟荷馬這個因差太遠了 那我後來去找,我才了解說,原來應該是從希臘文的...對不起,義大利文的荷馬 荷馬是義大利文的荷馬,是從哪一邊出來的 那問題又來了,來了一個阿里魯的禮,禮這個字 這個字呢,你只有這一個禮 阿里魯,阿里魯怎麼樣也這一個跟歐梅魯,沒有辦法連接在一起的 我想到,想一想才想到說,這個達道紀言呢,是一本詩科的這一個書 那麼科工可能這一個沒有科的很精良 所以把阿里字下面加上四點 那一個字是黑黑,黑黑的那一個黑黑 可是黑黑呢,其實這個音也可以轉成這個莫 阿莫魯,如果是阿莫魯,那這樣子就有一點道理了 我想就比較有道理了,這個故事真的是花了不少時間去瞭解的 好,我們最後看一下蘇格拉底這個死亡的情形 索加德,又是另外一個翻譯蘇格拉底的方式了 是上古明世也,國王祭之聖,命殺 對不起,這是命殺字,不是王 僵死的時候,有人就叹了一口氣說 唉,這個人沒有罪而被殺,真是可悲阿 索加德這一個文聽到之後就回答說 唉,我被殺還不足夠啊 你還願意找一條罪名這一個安在我身上,然後讓我被殺啊 OK,這個蘇格拉底這一個是這麼樣子的一個人 這是從Xenophon of Athens的Apology裡面出來的一個故事 我們都還看到,我Google出來了這個圖片 你看,這個蘇格拉底要喝毒酒,拿毒酒給他的人也很悲傷 不敢面對他,OK 好,這個我想,我大概就講到這一個地方 那麼最後這一個,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結論 OK,一點小小的一個結語 那我所謂特殊的文藝復興 OK,特殊,這個文藝復興還會特殊 其實指的就是明末耶穌會他們用中文翻譯 OK,這是一個翻譯的文藝復興 用中文翻譯歐洲古典型正道故事的過去的 他們所做過的這一個事情 那這一種過去所做過的事情 雖然是已經很久了啦,OK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是南歐文藝復興啦 太久太久了 可是他們在中國卻重現不了 重現了不少歐洲人文考訣所希望再現的 希臘羅馬的古典,OK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這是一個翻譯出來的文藝復興 而且翻譯的對象,看的人是中國人 那麼也是在中國這一個翻譯的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就報告到這兒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非常謝謝這個李教授 非常有趣的精采的故事 他做學問的長處就是非常深入的去發掘它 那我想我們留個15分鐘給各位提問 叫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救教於李教授 那前10個提問的人 我想15分鐘不可能前10個 都有一個,我們都有一個小禮物送他們 那現在開放給大家 這位朋友 穿NTU的台大大學 李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在說文藝復興的時候 不只是把希臘跟羅馬的東西挖出來 他也比如說 義大利人挖出希臘跟羅馬的好東西之後 他們也變成了自己的文學素材 那就是因為老師的故事聽起來很像是耶穌 就是老師告訴我們耶穌會帶來中國 我們一般都會說傳教師帶來了某些新奇的玩意 讓皇帝很開心之外 也看到帶來了希臘羅馬的這些東西 那就是我們 比較好奇的是 他們已經把中國作為讀者去翻譯的這些東西 那他對於比如說當時的中國讀者來說 有沒有產生 就至少跟他對話的人有沒有影響 因為像我們知道他翻譯的幾何原本 這些東西是 某個程度上來說是對中國有影響的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地方 因為老師說這是一種特殊的文藝復興 那文藝復興就是不只是舊東西被挖出來 也對於當代的人產生了影響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您 我其實也一直在想這一個問題 一直在注意這一個問題 那麼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剛剛提到這一個1595年 這一個利馬鬥的交友論 交友論 整個交友論都是古典 古典 classical friendship 古典的這一個友誼的論述 那麼包括剛剛的那一條 這一個 亞歷山大的這一個故事 在交友論出版之後 我不敢說一紙風行 不過很多讀書人這一個 很多讀書人都讀過 OK 那這個明朝這一個 喜歡聚眾講學的這一個 泰州學派的這一個 老祖師爺啊 這個叫什麼交轟 OK 交轟呢 就曾經在這一個 在一個聚眾講學的時候 那麼他的學生就問他說 請問老師這一個 什麼叫做朋友 OK 交轟這一個 大概是剛剛讀了 利馬鬥的這一個交友論 OK 交轟就說 所謂朋友呢 他不會說well 他所謂朋友呢 利馬鬥講的是滿新鮮的 OK 朋友就是第二個我 OK 這個是中國歷來 也不會這樣講的一種 這一個方式 朋友是第二個我 OK 那這個如果說要我從英文 拉丁文變成英文的這個字來思考的話 是elter ego OK elter是other 所以ego 就是self other self 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也就是 就是 就是另 其實other self 另外一個自我 另外一個我 其實他就是另外一個我的意思 OK 那 所以 這個 交轟就把這一個 第二我也 這一個我 第二個我 這一個 回答這一個 金伯祥的這一個提問 OK 這個是最明顯的一個 這個 高一致的這一個 對不起 利馬鬥的這一個故事 這一個 去影響到這一個 泰州學派 對於朋友的這一個看法 OK 那 至於影響有多深呢 我倒沒有這一個特別去研究 這個我比較抱歉一點 OK 那 剛剛提到這一個 1636年這一個 達到紀元 高一致的達到紀元 OK 那麼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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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紀元這翻出來之後 啊 那麼 有一兩本這一個 儒家的這個讀書啊 尤其是韓林這一個 所寫的這一個讀書啊 OK OK 那麼 這個 也引用了 這個 達到紀元裡面的 不少話 OK 那我也曾經在 我也曾經在這一個 一本 這一個 叫做 這個 就是 《詩經》的這一個 《迅蒙》 《迅蒙》的這一種 《詩經》的這種 著作裡面 OK 那麼 我看到這一個 有一個 非常有趣的 一個例子 OK 一個叫 這本書是一個叫 朱日俊的人寫的 OK 那朱日俊呢 《詩經》 她是 她是這一個 朱西的這一個後人 OK 這個我就不敢 因為我看 人家寫是這樣寫 但是我沒有研究 我不敢說 百分之百 人家說的一定是正確的 OK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迅斯》 OK 的這一本書啊 OK 裡面曾經引用這一個 《大道紀元》裡面 這個 兩三條的這一個故事 比方說《大道紀元》裡面 曾經這一個 有一個故事說 這個 薄西亞王 OK 就是波士王 OK 應該是指大流士啦 OK Darius 應該是指大流士 大流士 他 怎麼說 有一天 有一天這一個 這一個 他正在波這一個 石流 OK 石流 不是我們吃的 翻石流 是石流 那是波石流 正波開的時候呢 那麼他的這一個 他的 城下就過了 剛好這一個 進他的房間來 OK 那城下看到石流 就問這一個 問這一個 怎麼說 問這一個 這個 主子 這我 主子 這問他就是說 這個 國王這一個 您願意 這一個 世界上 什麼東西 多如 你現在所播出來的 石流的 種子呢 那種子 那個子 不是種子 紙 這個Darius 這個毫不猶豫的 就是說 朋友 OK 朋友 我希望這個 我的朋友 跟一顆石流裡面的 這個 這個紙呢 是差不多 一樣的多 OK 這個是 是高一志從希臘羅馬名人傳裡面 翻譯出來的小故事 放在讀書裡面 讀書是儒家的書籍 把天主教士翻譯的東西給放進去 讀起來是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是做這方面的題目 越做越覺得這一個欲罷不能 就是因為每一次找到一個天主教 跟不管是中國的儒家或者說西方的Pagans 產生聯繫的時候 那個時候總讓我覺得說 天下的這個道理都一樣 那是幹嘛分這個分那個分來分去的 不過也因為分來分去的 我們才覺得讀起來才覺得這一個有趣 對不起 我忘了我是不是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我希望能夠 我已經回答到您的問題了 謝謝 這位先生 李老師你好 謝謝您的演講 您對語言文字運用的精確還有考究程度 我想問的就是說您 這個就是這些耶穌會會是寫的這些書 我想他們目標應該就是要傳遞這個信仰 那所以這些故事應該是佔他們寫的文章 或者他們講出的一部分 應該不會是主要的部分 有點像當您講這個時候讓我想起來說 這好像是某個有智慧的人 比如說在我們現代社會 講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小故事 讓人家反省 對 那我想就是我想知道的是 他們這些著作裡面 如何把信仰 就是這些生活上看起來像一些生活上的智慧 看到信仰裡面 就是想完成它的目的 OK 您談這一個問題 讓我想起來就是說 一樣的道理 這個既然是來傳教 幹嘛這一個要翻譯幾何原本 OK 幾何原本是幾何性 是數學 OK 這個 幹嘛要翻譯幾何原本 OK 而且一翻就六卷 雖然沒有翻完 OK 可是一翻就六卷 那也是相當了不起的大工程 OK 我後來這一個在 有些耶穌會士他們的著作裡面 讀到這一個信仰 是追尋理性 OK 這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OK 我突然之間 才恍然大悟 因為 Faith Seeking Reason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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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阿奎納 這一個 阿奎納他們 他們那一派 比較就是繁瑣學派了 OK 最基本的一個看法 OK 所以 他們是希望把這個信仰 能夠建立在理性之上 OK 那麼讓這個中國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了解到說 他們的這一個宗教 是自信的宗教 不是民信的宗教 這是他的看法 不一定是我的看法 OK 那同樣的 這些小故事等等之類的 其實它並沒有您說的那麼少 它其實是很多的 OK 這個我看耶穌會的著作裡面 這一個最多的大概就是宗教類的東西 其次呢 科技類的東西 再其次呢 人文類的東西 包括文學在內 OK 那其實沒有那麼少 那這些小故事啊等等之類的 其實也不一定就是說 拿來伯君一燦 他翻譯還是有他的這個目的 這個存在 他希望你讀到這一個勸學篇 對不起 這個力學古言的時候 那麼能夠從這裡面 這一個得到一點啟示 就是說這一個要好好讀書 OK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就已經是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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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達到寄言跟力學古言啊 裡面幾乎都沒有上帝天主 或是Dews 或是Dews這一個的名稱 OK 全部都是世俗化的一些人物 等等之類的 OK 所以那是相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OK 那立馬到交友論裡面 也是只有一次還兩次出現了上帝的名稱 其他的全部也都不見了 OK 所以有些地方他們覺得是應該要翻譯一些東西來傳佈宗教 可是有些時候他們又覺得說翻一些生活類的東西 OK 那麼讓大家這一個能夠多親近他們這一個宗教 OK 當然最後他們的書本這一個都是成功了啦 OK 但是傳教目的呢 失敗了 OK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有了解他至少也有認識耶穌會還保持這樣一個傳統 事實上他們在知識的傳播就是很理性啊這些 對 沒錯沒錯 他們 而且大部分的耶穌會是這一個都是 都是有點學穩的人 對 我的老師這一個譚德義神戶啊 叫Father Demers OK 他還在試的時候 他是 當時我們台灣 台灣當時這一個 1980年代 台灣只有五個英語研究所 我是英語研究所畢業的 OK 只有五個英語研究所 OK 那麼 找不到老師 全部都到福人大學去挖老師 因為福人大學那些老師 那些神父修女 這一個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是很有學問的人 OK 那Father Demers 就每次開課的時候都是五個研究所 OK 從台大一直到文化 OK 五個研究所學生 全部聚合聚集起來 這一個上課 OK 所以我很了解就是說 耶穌會對於這一個學問的看法是相當嚴肅的 他希望這一個大家能夠 能夠培養一些這一個知識出來 OK 這是我個人對耶穌會的看法 其實也不只耶穌會 本土會 或者說其他修會 也差不多了 OK 只是因為我研究 我在研究的時候 大部分都偏向耶穌會 Dominicans Franciscans 我就沒有那麼了解 沒那麼多了 而且我的興趣 只擺在文學這方面 那些科學器皿等等之類的 那個科技方面的東西 我就 包括數學在內 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謝謝李老師 那個雖然時間已經到了 照規劃是到八點半 待會我們還可以接受最後一個問題 叫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好 李老師 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那些故事 你對我說點出哪裡 點出哪裡 出哪裡 你說的是輕描淡寫 或者說運氣好等等 但你那個方法 我猜想它是非常批殺剪金的那個方式 你除了告訴我們結果之外 能不能傳授一下你的方法 讓我們也學一學 謝謝 李老師 是 謝謝德慧兄 不是 德慶兄 對不對 謝謝你 謝謝你 這個 這個走出處 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通常這一個 像剛剛那些古典性的東西 因為我個人這一個對西方古典非常感興趣 所以我讀了很多這方面的這一個書 那很多大部分都是我去找自己這個 去摸索這個出來的 我家裡面有一套這幾乎 Lobe全書 Lobe Classic 這個幾乎全部都有了 OK 我常常在讀這方面的這一個書 那常常就碰到這一個 跟耶穌會所說的這一個 蠻接近的這一個故事 OK 那這是一點 這個碰運氣這一個讀書去碰到 那後來我這個 這個呂妙芬這一個教我一招 她說你把名稱打上去 然後把重要的keyword也打進去 OK 看它跳出來是什麼東西 OK 這一招有些時候還真有用 OK 還真的能夠讓你這一個找出一些 這一個source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也在用 那當然有一些 如果是屬於正道故事性質的這一些東西 那麼好處就是說 這一類的書籍也蠻多的 那我們 我就把它這一個影印 把它用PDF檔的方式 這一個全部這一個 這一個做出來 然後這個我的助理 他們就可以這一個 按這個人名或什麼東西的去搜尋 OK 只是我們的成果還是 還是這個十條裡面 我看大概只能搜尋到四條而已 其他六條其實還是 真的是找不出來 OK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們會加緊努力這一個做就是了 謝謝您 謝謝李老師 那我們今天再一次鼓掌 謝謝李老師 真想演講 謝謝大家的參與 歡迎1月5號 我們還有一個自然科學演講 講分子之美 叫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來參加 謝謝 謝謝 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的歷臨離場前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添達完成 獎益背面的線上問卷 即可獲得胡適院長相關的小禮物 謝謝 謝謝 我還有一點思考 謝謝 恭喜 恭喜 谢谢大家